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个三嫂大桃的比赛 但是这个三嫂大桃比较有意思 这简直就是 武神坛的反串版 天机城加三嫂大桃 只不过我记得武神坛是三个风系吧 是三个风系 他这个多带了一个地府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猴哥打的 现在 这个是瓶头 这个是龙少 这成功死的是猴哥他们团队 还有这个也是猴哥他们团队的 但这个是瓶头 这个是瓶头的天机城 猴哥团队的两个瓶头 是不是猴哥 这几天没看猴哥直播 不太清楚 应该就算是猴哥了吧 管他在哪 那观众方这边就是天机武装三嫂大桃 加化身死 这边几层的剑也 看不见啊 十层的剑也马上就快毕业了 那对面就传统的大桃加州式的武装国标 快点放一把 风阵也是大客对面鸟阵 百分之十 那咱们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猪天看护已经七层 狂两追寸已经加过 漫天还有一层 这样另期也有 哎 武神坛的威力啊 一言续出来了 当然这个天机城配三嫂大桃最早期的话 咱们就说这个版本吧 从去年十一月大概完以后啊 咱们就说这个版本的话 其实最早用出这套这种的就是福子庙 只不过福子庙是双风险啊 他不带地铺 是三嫂大桃带的一个神木灵 去亲宝宝为主的啊 福子庙最早期使用的 然后再加上这一连的话 曾经城靠这套阵容又拿了一个冠军啊 所以 又把这套阵容 刚才说过 咱们就当是猴哥玩了啊 猴哥给你搞一搞 搞一搞 小死亡在挂武装罐 现在观众方有点被动 下风芒 防点杀刚才还没 大桃没扫过来 但是地铺还是死 八千一 谁曾建议有了啊 谁曾建议以后又送了一把 连破出来 三十八回合 谁曾建议啊 这个速度不算快 毕竟你三嫂大桃遇上国标 比较麻烦 这确实是这么个说法 确实比较麻烦 主要是有一个天积城 他可以去牵制国标 不然观众方更不好打 这是天积城比较恐怖的地方 咱们说了啊 就四宝一 比较怕国标 但是国标呢 又比较怕天积城 你说你四宝一里边 带个天积城的话 谁怕谁啊 搞不清楚这个啊 咱们老说国标克四宝一嘛 但四宝一里边 他有个天积城 你说谁克谁啊 三千七开刀 监视一千六 四千八 这伤害已经是相当的恐怖 只不过现在观众方没地府啊 没法出挂小手啊 但是给到对面的一个监视伤害 依旧是非常的可观 主要大桃的状态 加的也确实好 然后再加一把大克 有漫天 有诸天看虎 又是风天气 还带着一个魔镜的孩子 也加过这样令气了 就该有的状态 基本都有了 漫天这个东西的话 还是多依赖对面的翻文侠 或者是一个无魂吧 眼长继续下风 天积城变身黄金艳甲以后 也是会对对面有一个非常大的牵制作用 两千七带走 很多兄弟们还是比较喜欢看这个三手大桃 也是有点意思的 猜他 约乾坤 套一套 你把金青解开 继续下 所以金青的意义 你看这刚金青完了 又被下了五个 这就是天积城变身黄金艳甲以后 比较麻烦的 关键是他是无限的 他这艳甲一直在的 一直到比赛结束 很多小伙伴们说如果这个燕甲被打破是个怎么样的 燕甲被打破的话 他就变身正常的一个造型了 有一次使用我的机会变身正常的造型 但是他只要再叠加三次零件也需要他只要出手三个回合吧 再把这个零件叠出来再次变身的时候他还是黄金燕甲 明白了吧 就你打破他燕甲 顶多打破他三个回合 除非你把他控的死死了 就他一个技能用不出来 那咱就不说了 但是只要让他再次变身 他依旧是一个永久性的黄金燕甲 这个方面来说 天积城确实是 在这个版本里还算是比较bug的一个存在吧 所以很多福气啊在三月份武神坛的时候我给大家也介绍过 选择带第九个门派的时候 除了 曲辅带的九离城 鱼岛带的花鼓扇 珍宝格 他不是没办法 珍宝格阵容不全吗 但多带了个花带双花生死啊 咱就不说了 双花生死 那就不带了 其他的福气都带的是天积城 都在天积城有了一个不一样的说法 那这一波呢 对面也是直接把观众黄大唐给切掉了 头上还给了一个射魂 压住大唐 对面压力也会小很多 或许看看观众黄怎么才能让大唐稳稳地站起来 因为他还有一个血线的问题呢 你不光是要让他站稳了 还得要给他活上一口血 他才能扫出去 这也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大家说了 这为什么不给三嫂大唐上天地 很多比赛大家都看到了 明明被压得很惨 但他就是不愿意给大唐上天地 因为大唐需要血线 他没有血线 他啥也不是 所以当一旦啊 你送了给大唐官府上天地的这么一个念头以后啊 你必须得满足这么几个条件 第一个就对面厂商不能有太多的公宝宝 不然你大唐必然要倒地的天地同寿嘛 大家都懂 第二 你得有物理系的速度 你没有物理系速度的话 人家大唐就盯着你砍吧 你肯定扫不出来嘛 你有天地 那一刀砍下来 不砍你个七八千 你怎么扫 所以说这都是问题 你满足很多条件 你才能上天地啊 这给大唐上天地 可不是给花果山上天地啊 然后你还得搭进去一个化身死 因为啥 你随时准备给他活血 小爽对面这一波 相生相灭 大唐也过来扫了 天地城突出一个印啊 扫不动啊 根本扫不动 一个半血的天地城 对面无能为力 头上还有灯 紧箍咒咕不死了 好像可以了 这个血量是可以把他燕甲 给他破除的 环洋树拉起大唐 化真实现象还被套着 大唐先找个宝宝 一会儿再说 天地城好像要被咕死了 对 燕甲回来 但还是那句话 就当他再次变身的时候 他还是黄金燕甲 只不过对面暂时是缓住了 关注黄继续上天地 解开化真色 大唐出的是一个能配上化真色速度的宝宝 解开咒识 光辉补一补 地府堵一堵 挥点血 化真色正好给大唐火上 就可以扫出去了 那香火了 地府了 那这样大唐也只能拼了 大唐跟其他本一样 你就让尸陀呀 法火山啊 凌波城啊 还是什么法系了 这一类的 人家上天地没问题 人家上天地 因为人家拉起来就能干活 拉起来直接就可以上去干了 不需要有额外的要求 这个大唐 他确实是你得 把气血给他补上去 他才能干 所以 大唐上天地 他会比别的输出要求更高 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所以这个 大家多理解一下 那观察空这边还是上道了 横扫千军 这波四千三 有速度 可以先拿捏一手 直接切掉 七千四 这个伤害现在很恐怖了 点到对面大唐 观察方压力也就更小 最起码对面不能再点杀观察方 不然 由于没有黄金眼甲 对面你看看 直接小唐挂过来就 要 拿捏观察方的天机城 你没黄金眼甲 你矿线没那么高的 没那么高 对面他就敢点你 点倒你黄金眼甲 对面的国标 似不忌惮的 因为对面 巨派的不是观察方的三嫂 而是观察方的天机城 向连仓刀 五神堂决赛 很多兄弟们肯定也都看过 大家 看到的是三嫂那方 对吧 暴力的伤害 快速的清潮 其实背后 能支撑他这么少 这么痛快的输出的 是那个天机城 所以 咱们说五神堂决赛那场比赛 天机城才是MVP 对吧 真正的是天机城厉害 砍刀砍上来 血线不够 大死亡拍中 诅咒之伤 补一下伤害对面 是不是点防御了呀 给大堂卡了一个小四海 好想血线是够了 卡雷小四海 血线就够了 金刚拉烧 变方约了 小脸藏刀 扛下了这波输出 对面就能熬呀 要逆境了 再来一个 四个 刚刚好 无魂扔给地府 小脸藏刀再给 都是不多 换逆境 完美 哎 这个就很尴尬了 这个就很尴尬了 被打破两个 乌龙丹 你已经失败 我已经听见 猴哥爽朗的笑声了 有没有那种感觉 可能已经听见 猴哥在笑了 下风芒 再防一把 捏镜 其实 上巨剑 直接把咒势给你砍了 你又打死我吗 下波就还能再扫一个 下波就还能再扫一个 再下风芒 延长 精青 踩干掉 这状态拉这么慢 这是对谁有想法了呀 但就差个鬼呀 对面宝贝也站不住 赶紧再起火焰伞 观众方地厅一换 再找两个地厅 鬼烟也是同心打上 起了个风 你乱七八糟 怎么这么多操作 你除了扫 你是真的啥也干 现在 奇迹如风 再给一把笑 给五号部 给五号位加 这又飘去了 当然猴哥这边的药不多 猴哥的药品消耗量比较的大 大场也没能扫出去 乱七八糟整了一大堆 最后没扫出去 看一下五号位吧 能不能杀掉 尺子再扔给五号位 够翘 够翘 差很多啊 这地平轮子还有点多的 但你杀不掉人 有差别 有差别 赶紧扫不扫不扫 赶紧扭快结束了 再套 节奏慢很多了 猴哥这边 点到对面大堂以后 反而节奏慢了 现在延长一手 等到五十六回合 还有新的灵源吗 摇个铃铛 直接又是一把巨剑 一万 得了 这干将结束了吧 干将结束了 干将结束了 好像还在 不在了 看不见干将了 射魂再给 扫出去 五千四开刀 对吧 你直接扫他呀 哎呀 猴哥呀 我的 我的猴哥子呀 点到对面大堂 这一会儿出地厅呀 一会儿打鬼 一会儿又得 又得踩干将 又得起风 瞎折腾了半天 对吧 最后啥效果没打出来 你琢磨琢磨 然后还中了一把五魂 就瞎折腾了一大片啊 啥优势没打出来 最后还得横扫清军器解决问题 哎 当然有一点 就是在这折腾的期间 对面的指儿和火焰伞 就结束了 哎 这个是 可能就熬过来了啊 把指儿和火焰伞 熬过来了 嗯 现在对面的劣势 就非常的大了 再延长一下 喝一口血 啥车的慢电 最终还得扫 扫一扫 扫一扫 扫一扫宝宝 扫一扫人 这伤害 还要什么自行车 一把青蛇 等 再招地厅 无间地狱开起来 金刚也拉上 状态拉满 但头上有个射魂 但也够啊 毕竟是带着青蛇的 加上无间地狱的 五千八 最后一下 六千一 在这种伤害之下 你大堂只需要干一个东西 那就扫 其他的操作都多余 真的是多余 你如果伤害低了 伤害可能不太够了 你可能忙活点别的 踩个干将呀 对吧 出个地铁 补一补伤害嘛 你这伤害了 就不用那些 花里楚哨的东西了 你哐哐一顿扫就完了 扫对面化真色 都是手拿把架 盖罗汉防地厅 鬼眼干上 青宝宝还是够用的 三个宝宝直接飞 雪转 这波已经赚大了 把那三个宝宝清了 那赚麻了 来起武装 这些乾坤在反靠电击城 没办法 他脚底下有风貌嘛 再掏一手 你就像现在 给观众黄大藏打天地 那随便打 对面根本就没时间 来针对你大藏 你打天地随便打 你屋里需要速度 对吧 也不怕对面的大藏 所以大藏上天地一定要看时机啊 看时机 一板金青 哎 又中无魂了 但你也是真甜 这边17层的一个建议啊 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天地同手 哎 这个时候打天地没人管呢 谁也拿你没办法 小索在脸 已经砍化成是砍出自信来了 无魂再扔 这回没铁 三千六 开刀 163 大唐倒地 转圈圈 磁心洗澡 你别说还能再送他一程呢 赶紧解开划身思 换薰米 送他一程 哎 送走 神僵火炮 我看这个大爽 五个回合也够用了 对面你再补养护吧 关键黄继续补地精 真要令旗加烧 对面 组的也不是养护啊 把地铁心处理掉 又洗过来 再招 这个是养护 哎 这个是养护 小索 哎 这扫还不值得扫 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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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孩子来的 吸 吸 神药 再吸 死好 大唐 好吧好吧 大唐死得冤枉啊 周氏不拖夜道了 对面周氏还带着 吃好奶啊 还有这小花招 但是孩子倒地 大唐又被小爽干死了 小爽挂的是大唐 靠的就是剑射伤害 原来是这么个意思 这手隔山大牛 玩得猝不及防 现在胡歌这边 只要出一个连破 就结束了 回头再杀对面 化成死 化成死只做的一样 清神仙界 化成死又没了 想都不用想 化成死肯定又没了 下锋芒 化成死相活的血 供不上给自己立指了 一把无魂是扔给了地府 舔过去 摇灵的 这回选择杀武装怪 倒也行吧 反正伤害够啊 就是不出连破 反正咱们签进来 除了十一回合 送的那把连破一半 后边就都没了 没见过 好像说 拉起来 鬼眼打上 再回口 感觉这猴哥这边 清个场也费劲了 其实优势早就打出来了 化成死也被点扫几次了 他就清不了场 地厅 说白了 还是一个地厅的问题吧 这样令起 光辉不上 替火 宝大堂 有伤 化成死 化成死 七千次暴击 宝贝又飞了一个武装 再次倒地 这回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那队长王实力也不弱了 对面也很强的 而且整体实力不次约 好饿的 那废废老板哪儿去 这个不是废废吧 他们现在老瞎组队啊 只能我现在找素材 都不知道该怎么找 你说他是谁啊 平头 头哥 哎 敲 无间地狱开起来 金刚拉上 转圈圈 第二刀 省一个吧 没省 就这个伤害 他砍宝宝 肯定就基本就两下 要不一下就没了 砍到三下就得省用 不然这宝宝 扯不住这三下伤害 最多就是一两下 要不说有时候三嫂大堂 他是真不怕你宝宝省用 伤害高到一定程度 他巴不得你宝宝省用 一会儿咱把这孩子亲一亲 对劲啊 反正清的床 对象方收了宝宝放弃了 也没法打了 先带你去看看 没有点关注帮忙点关注 没有点赞的帮忙点赞 谢谢兄弟们 这也是胡哥花胡说玩了一段时间 浪费了那么几个回合 不然打的更快 对面这是放弃了还是没放弃 收了宝宝 然后有人发问一下 拜拜